咸鱼十八刀 启动 哇 那个刀 慧哥 你做什么功夫 太夸张了吧 大名鼎鼎的十八刀没见过吧 就问你 帅不帅一把 大屁虚的呀 还没完呢 愿意可以抱起来我啊 不是 慧哥 你又想干嘛 嘿嘿 我还有另一个神功 弹崽十八屁 启动 哎呀 慧哥 你好像有点不太礼貌了吧 怎么样 想不想学呀 肯定呀 你快教教我小班了吧 好 那你们也别闲着 只要给视频点个赞 对于我就把这八个交给大家 瞧好吧 其实非常简单 首先 拿一个闷热的咸鱼 然后打开相机 就在灰咸鱼的一瞬间 不停地轻换拍照和录屏 就能卡出来 轻换得越快 效果也就越明显 嘿嘿 我学灰了 而且有其他道具也能卡出不同效果 现在我整个弹甲都鬼出起来了 不是 愿意 你这带给我磕头吧 哎 不是 愿意 小镖头去哪了 小镖头啊 这不是无意劳动解放家了吗 小镖头回老家了 不说慧哥 你不回老家吗 啊 这 想我从农村老家来带来老闯当 又有好几年了 是该回去看看了哈 对啊 我也可以陪你回去哦 毕竟我和小伙伴们 都想知道你老家是什么样呢 那里 那里其实是一个友爱的小乡村 风景美丽 老乡们也很热情 哇 玉儿 你看 这就是我们的蛋黄村 这里的每一个蛋仔都是黄色的 难怪你也是个小黄蛋啊 不过这里好热闹 早得早 玉儿 今天就让我带你这个城里蛋 体验一下乡村的生活 咱们首先要去售麦子 不是 麦天里咱们好远呀 没事 现在乡村也很发达 咱们可以直接传送过去 哇 雷个灯 感觉别人家宰岛还先进呢 走 咱们换上装备 开始售麦子 看我的吧 真累呀 光临伯伯伯伯种地可真辛苦 难怪老师一直教导我嘛 老公能赞财最光荣 那肯定的 正所谓出客日当午 历历皆辛苦 所以咱们一定不能浪费粮食哦 前面就是小卖铺 我要买零食吃 慢着 让你来小卖铺 是来体验怎么卖货的 不许吃 天 都懂的好吧 只要根据顾客的需求 找到合适的商品给他就行 毕竟我也是个做生意的小天才 成功刚倒闭好几家商店呢 哎哎 那你就别干了 以前我的妈妈不仅要照顾我 还要做家务 真的是非常辛苦 所以我要趁着妈妈还没回来 给她做一顿饭吃 好 那我帮你 咱们首先打扫一些昆龙 然后再喂他们一点饲料 那慧哥 我菜里面找到了鸡蛋 好呀 那中午的食材不就有了吗 那愈远你快把它放进冰箱保鲜 让我打扫一下屋子 然后开始做饭 首先用柴火点燃炉灶 然后开始炒菜 OK 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妈妈回来了 小灰子 妈妈回来了 妈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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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你了 贵哥 你刚才是做了什么梦吗 是 没错 那是一个很温馨的梦 原来 原来我已经离开家这么久了 我的妈妈一定很想我了吧 那还等什么呢 贵哥 今天放假 我陪你一起回老家呀 好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和大伙伴们 你们趁着放假 一定要回家看一看 因为那里一定有思念你们的人 在等待着你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